嗯 你们决定我们现场会炸的 对明天让他真打我啊 真假我们真 你要真打 那你一定要用尽打我 然后我那会儿一定也用的 对对对 这两天我跟他俩争吵了 真丑啊 真吵了 他连活活命连环逼 不逼他的话他就这个样子 哈哈哈你见过耍猴吗 就是那个拿个绳子 来掰一个掰一个 他就这样来掰一个掰一个 之后是没想到队长很喜欢这个作品 而且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还有掌声 我们更加的有信心了 我还得了我还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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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油管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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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李宗盛 那是谁 那是谁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海哥 我也喜欢海哥 主要是海哥太搞笑了 我真的觉得海哥太搞笑了 当他站在那里 要准备开始跳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笑了 然后当他跳起来 然后我就觉得 他就很像一个球 尤其是他在地上 做了一个那个飞 然后他就这样子 倒下去的时候 然后他那个嘴又很短 结果这么一点 然后肚子又很大 然后就感觉有一个球 在地上滚的那种感觉 哥哥那个跳有泪点的 他那一首友情岁月出来的时候 就是我一听那友情岁月 再加上背景他们的 那个小时候的照片 我想法就是 哇他们小时候穿的真的很潮 真的那些照片 现在放到现在都很潮 然后他们会相对整齐一点点的 但是本来就是兄弟俩 然后跳这个音乐 就是完美契合音乐了 哇 这个难分 现在就请有投票毛巾的 一百位评审 在我倒数之后所选择 如果你喜欢一波王炸 战队刚刚的表现 就扔出你手中的绿色毛巾 如果你更喜欢核心武器 战队刚刚的表演的话 就扔出你手中的红色毛巾 本轮只能二选一 三 二 一 这一个特别有气势 而且很讲兄弟情义的一个歌曲啊 我们的队长 开完之后感觉如何呢 哇很精彩啊 这这一组两两组的表现都非常的棒 这两边的同步率 然后这两边的技巧啊 包括海哥这次突破了很多 做了很多breaking的 breaking 的动作 然后凯哥也是做了一些 popping 的动作 我感觉就是很难分出胜负对 一声队长 互相伯仲 过 我们看看我们观战队长 这种形式我还挺喜欢的 因为互相在挑自己的作品 同时还有一些呼应 这边有跳locking的 这边有跳poping的 就互相有不同的一个感觉在里面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但两个作品都非常的棒 嗯 这一组非常的看好 是因为就 感觉不停地在突破自己 就像杨矮哥这样跳popping 杨矮哥都在 突然间来了一个freeze 一个b-boy 就真的让我吓到了 真的觉得很厉害 然后这一组的那个感觉 那个feel是 就是太太棒了 两者都非常非常的棒 海哥海哥啊 拿这个音乐是怎么想的 然后是不是加入很多表演的元素 表演是好 他们在编的过程中真的吵起来了 天天都在吵 天天吵 吵完下一秒就好 再吵再好 吵的点是什么 就是也是哪一趴需要去做更好 因为我们俩比较难是 我们俩的身体素质不一样 就我能做的他肯定能 但他能做的我一定不能 这一次比较爽 就是我虐待那个小海 因为他小海比较嘴比较毒 你知道吗 然后就天天逼着他 虐待他 然后就感觉特别的爽 爽不爽 不爽 你看他 我觉得他这两天瘦了 真的 你跟我再练一个月 我跟你说你就 差不多全部下棋了 摇头啊 不服啊 嗯 那来 battle 来吧 两位吵吵闹闹 排了这个作品 也符合这个歌的气质 gogo brothers 那是真兄弟了啊 这当中他们在音乐处理上 还加了一首 友情岁月啊 这是谁的主意 是一首歌的歌曲 是一首歌的歌曲 我用了一首歌曲,所以我用了一首歌曲 我使用了一首歌曲 我跟你們的舞台一起鼓舞 我會感到很高興 我會感到很高興 我會感到很嬉しい,很感謝 我會感到很高興 我從小的時候 ika no gokoro 尽いた時からお兄ちゃんなので困った時とか何かあった時とかも すぐにやっぱりまず 兄貴に相談して電話したりしてもすごく どんな時でも真剣に話も聞いてくれるしいいアドバイスをいつも触れて頼れる 我认为我的兄弟 我认为我的兄弟 我认为我的兄弟